大家好,我是老宅 今天的題目就是 第11關、第22關、第33關 BOSS的打發解析 所有的BOSS都有兩階段的攻擊模式 第11關的BOSS 這隻BOSS的攻擊方式會從兩邊射出斜線路徑的子彈 並同時丟出方塊狀的彈幕 玩家只需要拉開距離就可以輕易閃躲 第二階段的攻擊會先從中間發射光束炮 玩家只需要待在兩側就能輕易躲過 第22關的BOSS 機甲狂豬 這隻BOSS的攻擊模式 就如他的名字一樣 是會像蜘蛛吐司一般的 第一階段會射出三射線和彈幕 玩家只需要待在螢幕中間 所有小幅度的移動就能躲過 第二階段的攻擊模式 會先發射蜘蛛網般的格狀電流 玩家需要待在格子內 接著就跟第一階段一樣 三射線的彈幕很簡單就能躲過 第三十三關的BOSS 深海異種 這隻BOSS第一階段會發射旋轉的電流棒 並同時射出向外擴散的彈幕 玩家在躲避彈幕的同時 要注意電流棒的位置 BOSS的第二階段會使畫面四周變暗 玩家待在黑暗處很容易因為看不到彈幕而受到傷害 建議玩家可以到中間的光明處來施放大絕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還喜歡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建議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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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